欢迎收看我们的岛 在台湾呢有很多的皮塘或者是小溪流 这些漆地原本是台湾原生种鱼类的家 但是因为开发破坏还有外来种入侵等等的问题 最后呢导致这些鱼类无家可归命运岌岌可危 有一群人看见了他们的危机就四处踏查 一旦发现漆地被破坏之后无法挽救 就赶紧把这些可怜的鱼儿先抢救下来 送往安全的地方居住 希望帮他们找到一条可以活下去的生路 曾几何时 这是许多鱼人恶不可及的梦想 开发以及外来种的入侵 导致溪流皮糖逐渐失去了 伤伴千万年的老朋友 幸好一群生态意识挺身而出 他们不求回报是希望杀住这班灭亡患者 在西北语里面它介绍了很多台湾的生物 然后其中有一段就刚好讲到说 台湾的一个原生的鱼类 三种原生鱼类 准备开始啊 这是大家熟悉的台湾民谣 但是歌词中的鱼卒 你看过几样呢 它们因为常见而被写进歌谣 但是目前它们大多从原始棋地中消失了 西建 山沟 琵琶 稻田 雪中有鱼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景象 现在雪中有鱼可能是奢望 以前这边两边都是田地 这边一个是算是小溪流 到下面之后有一个不算太小的潭 原生鱼类本来就很多 那个高底绑皮 台湾石腹 泥丘 盖斑豆鱼都还有 那整个洞鱼全部都没有 全部消失了 或者雪中有鱼却不是台湾的原生鱼 台湾的纯淡水水域 住了八十多种的原生鱼类 因为地理阻隔产生了将近四十种的特有种 广布在溪流 湖泊与皮膛中 栖息在不同环境的鱼 因为人们的需求 各自面临不同的生存危机 当中最危险而又最常被忽略的 是生活在低海拔溪流 皮膛中的小型鱼 青苍鱼就是其中之一 青苍鱼俗名稻田鱼 原本普遍存在水田和皮膛中 日治时期日本人为了消灭决绝引进大肚鱼 由于气息趣味相同造成青苍鱼的浩劫 加上农药使用 收根 皮膛漆地破坏 青苍鱼逐渐在野外失去踪影 十多年前 爱钓鱼的孙仲平听朋友提起这个现象 激起他寻找青苍鱼的决心 我现在人很奇怪 越找不到的鱼越想去找他 找到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 那我就在刚开始在我们新竹桃源这个附近开始找 一些山上的一些池塘啊 山沟 但是找了差不多将近一年都没找到 那最后逼不得已还是到双年皮去找 就是真的让我在双年皮有找到 然后从双年皮那边带回来家里养 那现在青苍鱼野外七里就差不多 我们现在所知道真要适合 那而且这四个七都很危险 如果现在不把它养起来的话 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看到它了 担心青苍鱼从此绝迹 他把客厅营造成产房 多年的养鱼经验 让他顺利繁殖出数以万计的青苍鱼 他也把富裕出来的鱼免费提供给愿意帮忙的人 八年前他尝试把青苍鱼放流到适合他们的小溪沟 但是放生却沉了送死 那这边差不多是两年前开始 东东本来是从外面的 现在越做越过来 但是这外面当初放青苍鱼的那种小沟距 就已经没有了 那边以前很漂亮 田里面有田螺 有很多小鱼 现在全部都变成水泥了 那个拉也没有了 悲痛的经验让他对放养更加紧现 他希望辛苦富裕出来的鱼能有好归宿 校园里的生态池成为他的另一项尝试 因为在湿地生态性里面 淡水鱼类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 而且他对于 如果扫了鱼之后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他的食物链不完整的话 他整个生态性不完整 就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像蚊子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初就跟原生淡水鱼协会的孙先生 孙仲敏孙先生 他请他来跟我们指导 他就来看了我们的场域之后 觉得我们的场域很适合青苍鱼的富裕 所以我们就进行青苍鱼的富裕 那果然因为我们的环境 其实很适合他 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 他就数量就变得非常多 他们现在会先捞青苍鱼 撞了好多只啊 这种是虾子 它是虾子在那边 这是什么鱼啊 青苍鱼 青苍鱼 要中了 大肚鱼为什么会赢呢 这主要一个原因是 大肚鱼 大肚鱼它的繁殖方式 是什么 是软胎生 它一生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小鱼啊 小鱼是不是会游来游去 遇到天底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能躲避 可是青苍鱼它生出来是什么 软啊 软是不是连在草上面 没有办法躲避 没办法 所以呢 时间一长之后 竞争下来的结果 谁就获胜了 大肚鱼就获胜了 如果青苍鱼就越来越少 在现在野外漆地 几乎都没有了 所以它很需要做 我们人类啊 我们利用环境去 适合的环境去做富裕 所以我们学校 刚好是一个很适合的环境 青苍鱼失去了原始漆地 却因为他们的努力 在校园里的生态池 找到另一个存活下去的机会 这是一个折中的方式 也是这一波原生鱼 抢救行动的起点 孙仲平的努力 吸引了不少朋友来帮忙 他们在护鱼的过程中 也看见了更多台湾原生鱼的困境 孙仲平和朋友们 常利用假日四处踏查 由于他们都是钓鱼好手 钓具就是他们的钓茶工具 调查结果显示 细致的四股皮 已经成为鲁鱼 浮瘦鱼等外来种的天下 大嘴黑鱼加粥鱼 它是民国六十四年从美国引进的 当时引进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使用价值很高 这个池塘在很久以前 它有我们俗称的牛屎记 还有罗汉鱼等一些台湾 池塘很常见的一些原生鱼类 但是在近年 大嘴黑鱼进驻之后 近几年来我在这边采集 已经几乎都找不到这些族群 它是消灭外来种的好防守 外来种入侵的问题 在不同的皮堂 有着不同的情况 来到五谷大皮调查 拉起的虾楼中 还有不少高铁房坯和台湾食物 有吗 都是牛屎记 这个更多 表示这边的生态还保存得不错 让它们回家 来喔 因为这边的外来种没有鲁鱼 它只有泰国鲤 泰国鲤不会去吃它吗 泰国鲤它成鱼的时候 它不太会去追这种小鱼 但是这边原本的海湾斑鲤和七星鲤都不见了 是因为泰国鲤出现的关系 因为它不是跟七星鲤 对 目前皮堂常见的外来种 除了鲁鱼 泰国鲤等因为食用价值而被引进的鱼种 还有蓝宝石 花罗汉等观赏鱼 它们对原生鱼造成的强烈威胁 目前还找不出彻底的解决办法 更让人担心的是 皮堂还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池塘都是私人的 为了一些商业利益行为 可能就把它填掉了 所以说我们台湾原生鱼类的七地 是一直在渐少的 这里面有什么鱼 台湾食物 公鱼母 溪流生态的鱼种 可以用风吸护鱼的方式来保护 皮堂生态的鱼 一旦没了七地 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我们现在大多抢救的鱼类 都是食用价值不高 所以人们很容易忽视它的存在 所以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团体 比较不会去重视到它 我们要把这些种保留起来 那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环境许可的时候 我们再做野放的动作 眼看着七地恶化的情况 日益严重 政府又不重视原生鱼的危机 孙仲平和同好们决定筹组 台湾原生鱼类保育协会 抢救目标以目前最危险的 皮堂鱼类为主 一旦发现七地有危机 就赶快把鱼救出来异地保育 他们在台北县的育民国小中 建立了一个保育中心 那这水生走廊最主要的 它的跟一般外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台湾原生鱼类的 一个富裕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小朋友所看到的鱼呢 大致上来讲 它都是属于台湾原生的 也就是台湾土生土长的鱼 身上有一条黑黑的出现的 那个就是台湾马口鱼 有一条黑线很粗的 它是台湾马口鱼 像这种呢 大概都是台湾特有种的鱼类 台湾特有种鱼类就是说 只有台湾才有 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 所以像这样子的鱼类呢 如果它从台湾消失了 那也就从全世界消失了 钟承睿老师利用两间空教室 以及四处找来的二手鱼缸 建置了复合功能的水生走廊 除了保育 也是教育空间 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鱼鱼 鱼鱼 台湾鱼鱼 这一条 这一只 刚刚有看到的 也是比较大只的 它是属于台湾特有种的 这一只你看 这一只叫做和氏鸡鱼 它是属于台湾特有种的鱼类 它是属于台湾特有种的鱼类 大辣种的鱼 亂丢 我觉得气氧才对吧 因为亂丢 然后侵犯它们的那个 然后它们的区域就渐渐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然后还有我们盖巴西也是一种问题 对 把我们的鱼类都给填充了 所以说就这样不见了 一个鱼缸一个希望 一种鱼也是一个记忆 俗称狗呆的七星礼 就有着属于它的小故事 那就有一次土地公就出去外面玩一玩 结果到处巡视就发现 自己突然迷路了 结果这个七星礼呢 狗呆看到以后就问这个土地公说 土地公你在找什么 土地公就告诉他说 我没有找什么 我迷路了很不好意思 后来 狗呆就把土地公带回土地公庙 土地公就非常高兴 我要让后世的你的子孙 都记得你曾经带我回土地公庙 我要在你的尾巴呢 盖一个黑黑的原因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尾巴 后端就是会有一个黑黑的原因 要照顾这么多鱼 钟老师一个人忙不过来 幸好还有许多勤怀的小帮手 大概现在多久要去一次啊 两三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那大概就是做哪一件工作 就是要先用换那个 先刷钢刷 然后再换时间 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原生的类类 然后这外面可能也都看不到 然后我们就是有机会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比较难的地方是 我们和很多的同好 关心台湾野生雨队的同好 到处去找这些鱼 所以这些鱼呢 可能部分溪流里面的鱼还好找 可是在池塘里面的鱼呢 它就比较危险 那找到这些鱼以后呢 我们就设法说现在学校 慢慢慢慢地把它布置起来 让我们的小朋友 就有机会现在接触他 然后我们再找一些民间的人士 愿意帮助我们 或者投入这个领域里面 请他们帮忙我们的繁殖 或者是父母这样子 雪山走廊的空间有限 需要抢救和富裕的鱼 却是越来越多 它们需要更大的包装场 家在苗栗的刘正康 当初因为仰盖斑豆鱼 而结识了钟老师 他希望能为保种尽一份心力 不但提供土地来做保种场 还亲自施工 一切费用都自掏药包 池子也还算蛮大的 又有六个 所以后来就买了一台 中古的小怪手来自行处理 那这些看到的池子就是 我自己慢慢把它挖 再慢慢修整 然后再用锄头 再慢慢把它修好 从去年11月多到大概超过到今年 也是超过四五月的时候 它们整个就是比较符合我的理想的状态 就大致上能够完成这样 细心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 户外的保种池种满了原生的水草 希望鱼可以生活的自在健康 现在这里住了盖斑豆鱼 青苍鱼和原漆地在双溪的鱼池市细迹 这个从这样一往一早就有十几只的小苗的话 来看的状况很好 这只大致的是橙鱼 其他的小的都是后来来这边生的 这个是我们北部种的 我们北部的 它不是花东那边的 宜兰也有花莲也有 可是我们北部的这个区地 它就很危险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带一些出来 来一地搬吃这样子 康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店 我一直想说 能够提供给一些台湾原生鱼的 这样的一个区地 让大家有更 让这些鱼类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保存下来 因为毕竟台湾原生鱼 已经越来越稀有了 台湾原生鱼类保育协会的会员们 有的擅长钓鱼 有的擅长教育解说 有的养鱼功力一流 他们各自发挥所长 本着济弱浮青的胸怀 从钓客变成了鱼界的侠客 多年练就的功力 都成了帮助原生鱼的后盾 所以我们人家复役 只是不得已的手段 那我想我们大家应该 还是要最重要的 还是要先建立一个保育的观念 保护台湾原来棋地的一个观念 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 我们也不需要再做这复役的动作 回家原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可惜对这些棋地受到破坏的鱼来说 家是暂时回不去了 不过今年秋天 有少部分的幸运儿 在另一群人的帮助下 结束了流落他乡的日子 这里是台中县新社乡 为了解决水患问题 政府沿溪进行了一连串的整治工程 棋地破坏 鱼虾陆续失去踪影 食水克西成了寂寞溪流 封吸护鱼的告示牌 也成为一项大讽刺 以前整个食水克西的 现在就从这里下去都没有了 因为这几年的工程在施工的时候 都是被工程破坏掉 食水克西是濒临灭绝的台湾白鱼 族群数量最多的一个原始基地 但是工程节节禁闭 担心白鱼小命不保 2008年的春天 大甲西生态协会和白冷尊社造促进会 发起了抢救行动 带领新社国小的小朋友 帮白鱼搬家 送往附近的湿地庇库站 这个鱼类最怕就是混泥土施工 那你那个混泥土降一倒下去 很多鱼类各种鱼类都是 我们这一代成为杀手 希望我们以后 还是我们这一代再把它恢复过来 两年过去 当初抢救的白鱼 繁殖出一千多只的后代 由于上游部分漆地没有遭到工程破坏 他们决定把部分的白鱼放回来 端这个鱼的时候 要注意它会跳出去 你要保护它 用手保护它 它喜欢 水草非常环密 长得很好的地方 因为它这样它有躲避的地方 你能够在原来它的地方 它出来的还原 它是最好的 石水可稀翻射领桥以上的河段 还留存着一些自然面貌 这回让白鱼回家 是尝试 也有更多的期待 我们就是要给行政机关 施工单位 还有老百姓知道 它现在所处的环境 也非常恶劣 我们放流是宣导的一个动作 最主要是持续性的 这持续性就是说 只要把这个环境做好 下面施工 如果施工单位有改善的话 比较少是工 它会一直延续到下渠去 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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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都会觉得无以稀为贵 那这些棲地 政府却没有很完整的配套措置 去规划去管理 那造成一般的民众 都可以到这些池塘 这些棲地 这些溪流去做采集 那反而造成 这些保育类族群的减少 那现在完全都是 看得到的都是民间团体 在出钱出力 所以希望政府能够 将列入保育类的这些鱼类 它的棲地做整理 做规划 做保种 让它能够开枝善业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 台湾白鱼回家了 今年白鱼回家了 其他的原生鱼 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离商背景是不得已的做法 无家可归才是最大的悲哀 棲地保护是环境生态的基础 如果相关单位再不重视 只怕曾经拥抱著 他们的溪流皮糖 将会永远失去这群 上半千年的老朋友